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成为第二个日本吗 韩国的情况有一个特殊之初 疫情突然告急 获起一家邪教 令人背急发凉的是 这家邪教还曾经来到中国祸害过 今天成千上万的韩国人在网上倾泻对这个祸根的怒火 之前仅有31例确诊病例的韩国 19日突然新增20例 20日上午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宣布新增31例 当天下午又有22名被新确诊 累计确诊病例瞬间升到104例 更为糟糕的韩国今天还出现了首例死亡病例 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副本部长金刚利24表示 新冠病毒疫情超出防疫网 已开始在社会全面扩散 这意味着韩国的疫情从海外流入 转为社区传播阶段 迅速蔓延的疫情 让韩国上下都摆出了严正以待的架势 首先来看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举动 由于这两天新增的病例 主要集中在韩国南部的大丘市 及周边的庆上北道地区 文在寅24上午与大丘市市长全永珍进行了通话 他向处于困境中的大丘市市民表达慰问 并承诺政府将提供一切资源 此外 在与韩国疾病管理本部相关官员的通话中 文在寅希望该机构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资源大丘市 比如利用军队医疗设施或资源口罩等 同一天 韩国国务总理丁士军召开紧急相关掌门会议 与有关官员讨论防疫对策 据韩联社报道 该会议集中讨论阻止病毒传染扩散的对策 以及向大丘 沁北地区投入人力物力资源的方案 目前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发布了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指南第六版 根据该指南 可接受病毒检测的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 紧张的气氛可谓扑面而来 当然除了韩国政府重视以外 韩国民众对疫情的关注度也很高 这一关注从网民的搜索就可见一斑 当地时间 二次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 韩国最大搜索引擎 Level的实时新闻搜索排行榜 前十名全部与疫情有关 和中国民众一样 近期不少韩国民众也选择避疫宅家 这使得网购 尤其是防疫用品销量大增 早在本月二日 韩国购物网站11street就发表消息说 从上月27日至前一天 生活必需品销量同比猛增104% 同期口罩销量增长373倍 洗手液销量增长64倍 杀菌湿巾和护墨镜销量分别增长343%和661% 近日韩国国内对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的需求更是指针不解 据朝鲜日报19日介绍 韩国中小风险企业部下属的购物公司出售的15万个口罩 在9分钟内收勤 由于口罩洗手液等卫生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订购在全国巨增 韩国电子商务公司Kopan24日宣布启动应急机制 在重灾区大邱恐慌和不安的气氛随着确诊人数的巨增达到高潮 韩国中央日报19日的一篇文章称 平时人流量很大的胡同当日下午几乎看不到任何人影 此外从大邱地铁一号线大名站出站的市民中 九层都戴着口罩 在附近公交站台等待公交车的乘客 也大部分戴着白色或黑色口罩 根据当地一位男性居民的说法 一直到昨天戴口罩的人还只有三四成左右 今天看来事态严重了很多 那么韩国确诊病例为何会在短短两天之内突增235%呢 这还要从31号患者说起 顾名思义 31号患者就是韩国确诊的第31个新冠肺炎病例 这名病人现年61岁 6日因交通事故在大邱一家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17日出院 18日因出现异常症状而确诊 住院期间 他曾两次前往教会参加礼拜活动 接触千余人 导致的结果是19日新增的二世里中 有15人与其有过密切接触 二世上午通报的31例新增病例中 23例与他曾经前往的教会有关 生完之后 韩国媒体意外发现 这个仪式超级传播者 竟是韩国臭名昭著的邪教 新天地教会的信徒 新天地教会成立于1984年 该教创办人李万熙自称 肉身不坏 打着传教幌子 在韩国各地活动 据称一度有20万会众 2014年11月 韩国基督教建理会 第31次大会认定 9个打着基督教为幌子的 为邪教 其中就包括新天地教会 近年来新天地教会 还在海外不断扩张势力 暗中渗透 其魔爪还剩下了中国 与大家熟知的邪教套路一样 陷入新天地教会的人 往往会错学 辞职 不工作 甚至还会跳楼制惨 自杀 放火等 最终搞得家破人亡 为此黑龙江 辽宁 北京等 中国各地有关部门 多次依法取缔其活动 韩国经济日报24日的报道称 31号患者之所以能够传染 那么多人 与新天地教会独特的礼拜方式 不无关系 正常的基督教徒 在做礼拜的时候 往往会统一坐在长椅上 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新天地教会的信徒们 则是密密麻麻 直接坐在地板上 人员之间紧留一本疏厚度的距离 或许 正是因为这种人员过于密集的传教方式 新冠病毒才得以迅速扩散 另外 31号患者所在的大丘教会建筑物 为地上九层 地下一层 每当活动结束时 信徒们都会从高层拥挤下楼 而从八楼下到一楼 需要一到二十分钟 这一过程很有可能加剧病毒的扩散 18日 新天地教会通过其主页公布宣告 全国所有教会暂时取消礼拜 及各类聚集活动 改为网上礼拜和家庭礼拜 同时大丘教会将关闭并进行彻底防疫措施 但这似乎只是表面说辞 以这内部通知的曝光 再度激发了韩国民众的怒火 以新天地专门咨询师身份活动中的传道士 伊再德 二十日在韩国KBS广播节目中说 31号患者出现之后 新天地教会向大丘教会的信徒们 发布通知 让他们告诉家人 自己没有去过新天地大丘教会 而且还要假装自己不是新天地的教徒 如果被问了 就装作与其无关 一时间 新天地去死吧 傻逼新天地的tag 被网友刷上韩国推特热搜 目前韩国防疫部门 已经要求与31号患者 一起做礼拜的千余名教徒 进行居家隔离 可是防疫部门的工作 开展的并不顺利 截至二十上午 需要被隔离的一千零一名教徒中 仍有396人每年吸上 如果说韩国疫情的焦点在新天地教会 那日本则还是集中在钻石公主号上 今天分批下船的工作还在继续 但噩耗就已传开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两名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 钻石公主号邮轮乘客死亡 这是该邮轮首次出现死亡病例 报道称 死亡患者为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 年龄均为80多岁 都是日本人 另外 据共同社最新消息 厚生劳动省二市宣布 两名曾在钻石公主号上工作的 日本官员确认感染 现已入院治疗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消息 钻石公主号二市 在确认13人感染新冠肺炎 船上累计感染人数达到634人 情况令人交心 十九日晚间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 在记者会上表示 政府已采取所有措施 防止感染进一步扩大 早前日本传染病学专家 颜田健太郎 发视频批评 钻石公主号防控失败 核心问题在于 船上没有区分安全 无病毒的安全区绿区 和可能存在病毒的危险区 红区 对此菅义伯称 船内的分区隔离是切实有效的 为了证明钻石公主号上 确实做了隔离分区 后生劳动成副大臣乔本岳 今天上午在推特上贴出了实锤照片 还附上了文字解释说 左边是清洁路线 右边是污染路线 可没想到 日本网民迅速发现了蹊跷之处 两条路线里面完全相通 只是在入口处有个门而已 有人特地附上了内部试镜图 于是乔本岳迅速删除了这条推特 但删除前已经有超过3000次转发 清洁路线关键词 也一度冲上了热搜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 盐田建太郎删除了视频并道歉了 他表示视频是自己删的 原因是已经没有理由继续议论该话题 随后在今天上午的 skype连线直播发布会上 田言教授再次解释说 删除视频是得知船上的隔离措施 有了改善 此外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 昨晚发布了详细数据报告 而这正是他之前所建议的 可无论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盐田教授显然为此承担了不小的压力 韩日两国防疫压力的抖身 也让不少中国人感到揪心 有网友在微博上现言见策 称两个邻居不妨借鉴湖北的经验 采取封城封路的严控手段 但熟知日韩事务的专家说 这几乎行不同 这位专家表示 由于政治体制不同 很多中国人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韩日两国会变得十分复杂 他举例说 无论是日本之前的万人逻辑 还是韩国如今的邪教礼拜 都有其深刻的宗教文化因素 而这些已经成为两国国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体制限制 两国政府很难动用行政的力量进行强制干涉 所以即便韩日同属发达社会 医疗水平也比较高 但仍然无法排除疫情蔓延的可能性 加上早前对中国的援助 两国在口罩 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上的储备并不充分 未来的防疫工作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 感谢观看